中國國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志明 董事兼總經理李輝突然在1月12日 傷傷的因為個人原因辭去公司所有的職務。 就在上月底,國藥控股推出的兩款中共病毒 新冠病毒COVID-19疫苗剛剛獲批上市。 國藥控股12日在廣交所官網先後發布公告稱, 董事會在1月12日收到兩人辭情。 由於個人原因,李志明向董事會提出辭去公司董事長、 執行董事、董事會提名委員會主席、 董事會戰略與投資委員會主席及董事會法律合規委員會委員職務。 李輝則辭去任董事、總經理、戰略委員會委員和審計委員會委員職務。 上述辭任即日生效。 公告稱,李志明確認其與董事會之間並沒有意見分歧, 也沒有任何與持任有關之事宜, 須敦請公司股東與債權人隨著。 公告特別強調, 目前公司現有董事和經營管理層均正常理職, 公司生產經營一切正常。 國藥控股研製的兩款中共疫苗在去年12月31日 剛剛獲得中共官方批准負條件上市。 十幾日後公司董事會出現重大變動,令事件被受關注。 特別是中共本欲想利用疫苗外交轉移外界對其隱瞞疫情, 導致病毒延害全球的罪責。 但是國產疫苗反響糟糕, 以科興生物研製的疫苗為例。 巴西剛剛在13日公佈臨床實驗數據, 這個疫苗有效率居然僅有50.4%, 令巴西失望,北京面上無光。 同時,ADE效應對中共病毒疫苗使用者來說, 是船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件。 ADE效應的中文名為抗體依賴的增強作用, 它不僅會使疫苗失去效力, 而且會使得兩次感染者病情加重。 一旦這個效應與變種病毒交互作用, 而將令全球疫情出現恐怖逆轉。 國藥控股由中國醫藥集團與上海復星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共同組建, 其中中國醫藥集團是國務院下屬央企, 上海復星隸屬復星系, 其掌門人親江澤民派系的郭廣昌曾因被當局調查消失一段時間。 最近,外媒因馬雲事件盤點曾被消失的中國富豪市, 還提到了國廣昌。 有上述強大背景的國藥控股一直是中國藥品、 醫療保健產品和醫療器械行業的龍頭。 不過,在2017年9月,造空機構GMT曾發佈報告說質疑國藥控股財務真實性, 指責這個公司粉飾財務報表, 認為國藥控股通過償還債務、轉融資、增加應收帳款金額等方法, 跨大其營運活動資金流。 當時金融領域媒體曾發文指出, 敢於國企和聲明顯赫的復星系頭上動土, 這事情不一般。 同年11月,試任國藥控股執行董事、董事長兼總裁、 黨委書記的李志明不再兼任總裁職務。 那天李勇擔任總裁,李志明保留了國藥控股執行董事、 董事長職務到現在。